喔大家好我是PiOBi 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真的是很久很久沒有聽到這句話了 連我自己錄音都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生疏了 沒錯在休息的這兩天我還是看到了遊戲的更新 真的是忍不住 要我不拍片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 V8.6.0的更新吧 好那我們這邊第一個來看的是我們的賽季轉換 他現在新的賽季要轉換賽季 變數賽季要結束 變數真的是阿丁裡面的一個笑話就對了 那賽季硬幣商店他這邊新的耶 從轉換賽季開始遊玩對戰模式中快速配對時 應該說是一般對戰吧對不對 可以根據勝負獲得的賽季硬幣 並可以新增可購買的商品跟賽季硬幣商店 這個遊戲到底要有幾個商店 你跟我說團隊商店活動商店 現在要多一個賽季硬幣商店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鼓勵打PVP多的玩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賽季PVP之後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福利吧 通常我猜不就是傳說原始 然後再多一個傳說才然後可能會免換一些金幣之類的 那就來看看這個CP值到底高還是不高 因為現在的話大家PVP應該都是打到600分 甚至有些人因為任務的關係呢 反而呈現一個不打的狀態 就看這個時候官方到底有沒有要去調整這一塊 那這一次的轉變賽季的徽章 那就看個人了 那個轉變應該就是新骰子的沒有錯吧 好啦那我們的轉變骰子是什麼呢 天啊我在看做文盾嗎 現在的骰子也要這麼可怕了嗎 他是唯一一顆 目前RD的第一顆 他可以有三個特性耶 只不過呢你只能夠三選一而已 那他的玩法呢是在具有轉換次數時 可以透過轉換骰子 與低於自身骰子的骰子交換位置 所以說他就是真真正正的傳說骰交換 然後交換位置的時候呢 目標骰子會在一段時間內依照骰子點數轉換等比 獲得攻擊力攻擊速度等增益效果 而且呢周圍四個骰子將會獲得一半的增益效果 可以看到他的特效 那這邊呢冷卻結束時間時呢可以累積轉換次數 所以我在轉換次數就算沒有轉換次數 喔沒有 要可以有轉換次數才可以透過轉換骰子去轉換 所以他的交換是有限的 然後呢當盤內已存在轉換骰子時呢 每經過一段時間將縮短冷卻的時間 應該就跟時光倒流是一樣的沒有錯 然後呢他三個特性分別是什麼呢 一爆擊轉換轉換時呢將依照骰子點數等比 造成爆擊率傷害增益的效果 純粹的增傷 不過這個地方也要看他的時間點 他到底是持續時間多長呢 再去決定說這個東西到底香還是不香 所以他等於是爆擊率等於是趴數嘛 等於是有點泡泡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傷害增傷 不過換句話說 我覺得這個骰子應該是沒有辦法吃上月亮的 看一下他那個狀況 他等於是所有特效吃上去嘛 那應該也是只吃最大的 那可能應該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用 我猜啦 一壓低的玩法而言 然後呢防禦轉換這個可能就香了 因為轉換時呢可以造成十字範圍的技能防禦效果 但維持效果時間減少一半 喔等於是他的時間假設上面是十秒好了 但是這裡的話呢可能只會有五秒的情況 然後呢周圍的地方呢還會再做減半 那這樣子香嗎 那這樣子香嗎 再說 然後再來是成長轉換 轉換時呢僅有目標骰子永久會增加一點 轉換骰子的基本能力值呢 將從零開始最大值為1 很好 後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看不懂 但總之到就是我轉換過去 假設我今天是七星換一個一星轉過去的話 那一顆應該就會變成一個二星 大概就是這個玩法吧 然後他說基本能力值將從零開始 我有點不是很懂他的意思 還是說不管怎樣 反正我只要轉換就會升星 那這個玩法好用嗎 我覺得再怎麼樣應該都會比那個 我已經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變數好用很多啦 我猜我猜我猜 但是你說他真的能取代這個世界嗎 我覺得PVP應該也是多一個玩具啦 然後PVE的話呢 這顆骰子我猜就那個防禦轉換看看能做些什麼吧 不然應該說這個時序時間點 假設我今天最多三次 他的持續時間有沒有辦法常駐 如果有辦法常駐的話 那個防禦轉換或許他有用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常駐的話 防禦轉換也沒有用 那如果都用防禦轉換呢 那我幹嘛不直接用上泡泡跟障礙就好了呢 那你說暴擊轉換的話呢 那我這個東西他就是可以去吃到那個月亮的暴擊率 那我乾脆還是用月亮就好啦 我也沒必要用到這個 除非他的係數很高 成長轉換的話 那應該正常PVE的話是不會用的 那PVP或許有那麼點機會 應該是對抗暗殺在用的 好啦那接著呢就是我們的轉換寶石 轉換骰子的強化鑽石寶箱啦 那一樣啦 這個遊戲我都會推薦 不管你今天是有課無課 都把它弄出一顆出來 那至於要不要再給他上去呢 就看個人了 無課的話呢建議想辦法弄出一顆 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可能等出來再說 他有沒有辦法像旋律一樣 一出來就是大家都必要的 那再是下一個故事 那如果出來大家都很爛的話 就算你今天沒有反向也沒有什麼差 像那個變數骰子 我的PVP帳號就是完完全全沒有拿到 但有差嗎 也沒有差別 那這邊一樣是一個DV的時間 那也是給你升級你骰子能力的時候 增加你爆傷的時候 那這邊就離3000爆應該是不遠了才對 好那接著呢是我們的隨機任務的部分 沒錯他終於要改版了 不過這個改版呢總覺得很像不盡人意啦 他是刪除部分任務跟簡易效果 然後新增全新的任務跟全新的簡易效果 刪除的話呢是刪除掉使用SP的部分 等於是我們今天就算今天沒有收集SP的話 這個任務還是有機會就不用去管他了 不然的話呢通常只要有燃燒 那這個任務就等於是不用去玩他了 除非是燃燒對燃燒或許還有那麼一點點的意義 然後呢他刪除掉怪物死亡時 會恢復周邊怪物失去體力的簡易效果 那這個能力的話應該是順便BUFF了原陣隊的類型 因為原陣隊的類型只要怪物死掉之後補血 那其實會對原陣隊很傷很傷 那新增的話呢是新增比對方只有更少SP的任務 等一下這不是一模一樣的意思嗎 其實就是上面的任務的翻版嘛對不對 那就至少啦不會像有燃燒這麼的過分 甚至呢有一點點克制燃燒 因為燃燒會偷對方的SP 讓對方的SP下降我的方的SP去提升 那實際上怎麼樣呢 我猜反正應該也是一個很煩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新增的能力是 新增在擊殺BOSS時 版...骰版內的骰子點掃一顆的簡易效果 等於是有一個獅子在就對了 每一回合多一個 然後呢是 每當召喚骰子時所有怪物將依全體皮力追加回復自身體力的簡易效果 哇等一下這個能力會不會有一點殘忍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在搞核彈隊的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這個召喚骰子是不是在古代召喚圖的召喚能不能用 又或者說我今天如果是用上召喚的骰子 這個召喚也會算不算 用點的話是絕對會出現的嘛 然後難道說我今天用上科隆也算嗎 這個東西的話就得讓這類型的隊伍變得有那麼一點點的壓力 好那接著是我個人蠻期待的大量骰子的一個調整啊 那這次調整呢總共有陰陽充電魔劍沉默小丑適應跟暗殺 只不過這次調整呢都是基礎能力的調升而已 而我們的陰陽骰子呢再度的變強了 基本攻擊力呢從20來到30增加了50% 而且我們直列跟橫列的傷害呢也都有給它增加 速度也有給它疊上去耶 基本攻擊力從原本的40到50就傷害是無上限的嘛 那速度的話呢從20變到30% 不知道這個攻速有沒有給它頂到像滿速一樣那麼的誇張 不然的話呢那個陰陽的攻速確實是有那麼一點點吃虧 那這個地方就很明顯可以讓我再水一隻PVE的部分 好了再來是充電骰子的部分 它的攻擊力呢從1.5來到了1.3 這個情況是活生生加了10%的傷害耶 對啊這個狀況很像有一點扯 然後每次階級提升的充電速度 從40%來到了50% 就代表說 這一顆 有辦法取代搜魂嗎 我覺得應該還是不行 搜魂的那個傷害實在太多 但是會更明顯的就是初期的話呢用充電就好了 因為它基礎傷害變高了而且我充電速度也變得更快 那我今天用上搜魂的話呢前期可能是跟不上充電的這個速度 然後魔劍骰子呢又再被nerve了一次了 魔劍的話每個骰點範圍攻擊力呢從10變成了8 然後呢依據等級等比範圍攻擊力呢從原本的25%變成了20% 不過總覺得這個變動可能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就對了 牆還是非常非常的兇猛 只是稍微的微微的去砍了一刀 但還是有砍了還是有砍 好那接著呢是沉默骰子 天啊官方終於意識到沉默骰子其實有一點誇張了嗎 沉默骰子的基礎攻擊力呢從原本的100 階級20階級提升20然後變成50階級提升10 它的基礎傷害呢變低了很多 然後攻擊速度呢也變慢了很多 但是呢我猜這個沉默應該是沒有任何差別的才對 那小丑骰子的話呢基礎攻擊力給它往上提升了一倍 但是呢攻擊速度呢下降了50% 那這樣整體而言秒傷雖然是提升 但是攻速變慢的話呢我覺得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因為如果基本上初期再用這些骰子在打的時候 假設我小丑是用暗殺隊嘛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我的攻擊力雖然變高 但是攻擊速度變慢了 你說我打一隻骰一隻怪物要花的時間變多 我打死一隻怪物之後中途飛出的子彈 它不會去轉向打第二顆 要重新累積一個攻擊速度才可以打到第二顆 所以你這算好嗎 我覺得可能不見得 那適應骰子的話呢也是同理 只不過它攻擊力呢是提升了50% 從原本的20變成30 但是攻擊速度呢也一樣下降了 從原本的1秒鐘打一下變成1.5秒才打一下 那這個話等於是加1.5倍然後放慢速度也放慢1.5倍 整體而言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的話呢 那我寧願攻擊力是1然後攻擊速度給它疊上去 因為畢竟有這個刷新的機制在這個遊戲裡面 暗殺骰子呢也是一樣的 不過它攻擊力呢是給它來到了2倍 不過那是基本攻擊力啦 所以後面遊戲升級跟遊戲外升級 是不是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整體而言還是一個非常大的nerf才對 但是會影響這類的隊伍嗎 我覺得可能不太會 畢竟我今天玩純暗殺隊的話 小丑適應暗殺就是在前一回合 頂多跟到兩回合而已 現在可能就是兩回合一定會爆掉 原本兩回合還有機會 跟到第三回合之類的 好啦這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更新 我覺得除了陰陽比較有看頭以外 比較有辦法可以隨一支影片以外 魔劍跟沈默這個部分很像比較難一點點 充電的話呢 我再看看這要怎麼去拍吧 因為畢竟比較難拍得出來 好接著呢是這一次遊戲的第二顆骰子 沒錯一個更新裡面竟然出了兩顆傳說骰 而且上一支變數竟然沒有出特性 就直接再出了一個傳說骰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傳說骰老實說 我覺得有點出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不如呢多出一些舊的特性 可能給他調整一下 反正現在都有三特性的東西出來了嘛 對不對 可能會比較強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 是臨境團 vs對抗軍團 跟當初的時光倒流團 還有旋律是一樣的概念 反正呢就是先來一顆 然後來測試一下那個狀況之後 會再做不一樣的調整 當初的時光倒流呢 是沒有次數限制的 旋律的話很像沒有做任何的調整 那這一次臨境骰子的話呢 是召喚後經過一段時間 與可具有相同骰點的所有骰子種類結合 換句話說他今天就是一個適應骰的 對不對 然後呢他是可以合成時呢 會多發動一次合成的效果 最明顯的呢就是暗殺了 那如果今天用上了暗殺 用上了臨境圖 再用上光臨境的話 會是丟三次還是丟四次呢 如果你有想法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留言一下 那這個陽空法 假設我今天是要玩上暗殺隊伍的話 那我就用上光臨境圖 臨境圖 小丑然後暗殺再配個適應 然後再拿個祭品 這樣的話選賞就不能丟了 還是說適應就拿掉了 把它用上的臨境骰子會更像一些些呢 哇塞 而且臨境骰子可以跟適應還可以合成 那這樣的話 跟那個祭品跟懸賞都還可以合成 那我覺得應該還是那個適應可能會被換掉 因為畢竟懸賞跟祭品我覺得是必備的 原來我們的暗殺這個遊戲還沒有走到頭就對了 但是呢這也是在活動內裡面才有啦 活動外的話呢可能就要等正式出來之後 看他會不會做一些調整呢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在PVP會有搞到 PVP的話現在的導轉殺我覺得應該是挺成熟的 還需要用到這個地步嗎 可能很像不太需要的 導轉殺然後配上小丑 配上旋律小丑這樣子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個組合 有這個的話呢可能就是多一個方向選擇 但是有沒有辦法超越導轉殺 我覺得可能就等剩出來之後呢再說再說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我是BioBo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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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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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3 2 2 3 2 4